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中家台北新闻 我是蔡小军 新闻一开始要先带你来看 清明节前夕 台北市卫生局针对润饼皮专卖店 知名的商圈或者是庙宇周边的商家等场所 抽验润饼皮馅料高贵等 49件产品中验出了有三件不符合规定 不符合率为6.12% 清明节即将到来 民众少不了要吃润饼高果等应景食品 卫生局抽验润饼成品 润饼皮馅料高果零食等49件应景食品 检验结果三件不合格 其中两件豆类制品 检出食品添加物防腐剂本甲酸超标 一件花生粉检出黄麴毒素超标 那这次的抽验的一个品项里面 包括有润饼成品有两件 润饼皮四件 那另外还有包括像豆芽菜 花生粉豆干丝等馅料22件 还有豆干八件 高果类的食品五件 鲜艳的果冻三件 以及色彩鲜艳的既式食品有五件 那依照产品的不同 检验项目包括有食品微生物 防腐剂 硬氧化氫 二氧化硫 有黄麴毒素着色剂以及规定外色素 结果两件的豆干支品 分别是豆干碎丁 还有豆干丝呢 是检出食品添加物防腐剂粉甲酸超标 不符合食品添加物使用范围 及限量剂格标准的规定 那一件花生粉是检出黄麴毒素不符合 食品中污染物质及毒素 卫生标准的规定 那针对这些不合格的产品呢 已经要求贩售业者立即下降 那其中一件的豆干碎丁 以及一件的花生粉来源是在外县市 那我们已经以请所缺的卫生局 依全责办理 另外一件的豆干是目前 我们在做溯源的调查 如果经朝为归属时 食品制造业者是可因违反 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第18条 以及同法的第47条 是可阻新台币3万元以上 300万元以下的给罚碗 那如果是贩售业者无法 确切提供产品的一个来源 那就会依照食品 卫生管理法第47条第11款 处新台币3万元以上 300万元以下的罚碗 卫生局表示 本甲酸是常见防腐剂 过量食入会引起腹泻 胃痛等身体不适症状 荒区毒素则是诱发肝癌的主要毒素之一 那本甲酸它是很常见的防腐剂 又称安息香酸 添加到食品当中可以抑制 微生物的生长延长食品的保存期限 但是如果过量食用的话 会引起腹泻 胃痛等身体不适的症状 食品制造业者在使用 防腐剂的时候要依照食品添加物 使用范围及限量机会格标准的规定 遵守限量以及使用的范围 才不会让食品添加物有超标的一个情形 那黄麴毒素是诱发肝癌的一个主要毒素之一 具有极高的一个热暗定性 需要在摄氏237度到306度的一个超高温 才有办法将它消灭 那民中如果有摄氏坚果类像花生制品 还有像米麦豆五谷杂粮或计相关制品呢 要特别注意产品的一个储存的环境 避免潮湿发霉 那包装如果有破损或设置改变就不要购买 那如果产品已经发霉或过期呢 就要立刻丢弃 针对不符规定产品 卫生局已下令辖内贩售业者立即下架 其中两件经查来源为外线市 已已请所辖卫生局依全则办理 记者领席会台北报道 台北市维山区健康服务中心 与台北市立联合医院失智症中心 吸手打造全国首创山林社会处方签 串联猫懒猫空动物园猫熊三大在地资源 以走进自然环境的方式 延伸与社会和人际的互动 让顺心灵都能获得洗涤与放松 文山区拥有得天独厚的自然美景与人文风貌 为了帮助失智症患者与照顾者 重拾生活品质并减轻压力 文山区健康服务中心与台北市立联合医院 失智症中心首创三猫处方签 并设计自导式地图 鼓励健康、牙健康或失智症患者及照顾者 多走出户外与人互动 进而预防延缓失智老化 减轻照顾者负担 那我们依据我们台北市民政局 113年1月底的一个统计资料 文山区65岁以上的人口 已经有5万2千多人 那我们推估失智症的人口数是4千多人 那依据1111年台北市的长者功能评估的分析 我们文山区长者忧虑的异常的一个比率 高居全台北市的12区的第一名 那另外也有研究也发现 忧郁是失智症最重要的一个危险因子 那失智症的一个患者 他的自己能力是会逐渐下降 那照顾我们家庭的一个严重的一个负担 我们谈这个厨房间其实有一个蛮重要的概念 就是我不知道一个人的健康大概可以 就是如果从世界卫生主治谈健康 就身体心理社会灵性 那在这里面其实我觉得蛮重要的就是跟人的武动 那这里面其实就是我们谈到社会厨房一个蛮重要的概念 社会厨房间其实我们做的就是让人重新跟这个社会做连接 那连接之后其实我们的活动量 就是我们身体的活动量会增加我们心理的这个支持也会有 那更重要的是其实我们在这个厨房间也没有 我们也加上这个灵性的概念来推动 所以合作单位包括我们谈到猫虹谈到这个运动 就是我们讲的动态的厨房 然后在这个指南宫我们就有提出这个心灵的厨房间 然后我们跟动物园合作猫雄就是有这个疗愈的概念 然后我们跟猿鸟学会一起合作办许多这个 在这个路线上提满多这个指导师的这个疏压路线 所以我们希望可以透过这个三猫厨房间这样的一个社会厨房 我们可以达到这个身体心灵还有社会还有灵性 这四大健康的元素可以在这个光这个厨房间的里面 我们就可以一次的达到 有别于艺术及学习等室内静态型活动 三猫厨房间是动态心灵疗愈与疏压的厨房间 让长者与照顾者在大自然的氛围里减轻压力和焦虑等负面情绪 同时增强身轻健康与免疫力 那不同的这些老家有不同的照顾方式 那尤其是一些失能的 或者是失能者的照顾 所以我们现在就更care到说 总去照顾这些照顾者 因为照顾者其实是很辛苦 那另外一个文山安全社区 常起来在重拾安全的工作 那本来就有一个所谓的观光休闲组 那观光休闲组就是把文山地区的好山好水的这些 大家可以供修去的这些地点都把它的一些安全环境做一些改善 然后希望说能够到文山区 是一个很棒的一个休息空间 搭配三猫处方签同时推出畅游三猫咔嚓拍照说故事比赛 即日起自4月25日止 配合地图上的步道路线 拍出主题照片 搭配文字上传 就有机会将24寸电视及健康休闲用品等大奖抱回家 记者李希会台北报道 再带你来看海军陆战队99旅 去年9月发生了一名正姓正位亲身的事件 当时的国防部长承诺家属会成立专案小组 照出真相 不过都无声无息 立法委员徐巧新 柯志恩与正姓中卫的家属特别召开记者会 除了要求国防部查明真相外 也呼吁国防部应该额外聘用外部专业委员 来提高辅导的比例 才能避免类似的悲剧再次发生 真的是太过分了 我不知道 讲到伤心处 正姓中卫母亲难过的说不出话来 碰着儿子的遗像 他无法想象 善良又阳光的他 为什么会在军中被凌略霸凌 当初邱国政邱部长给我的承诺 他说他会给我个真相 他有用一个专案小组 他会查明真相 会还给我一个公道 但是到现在 无声无喜 也没有 也没有个着落 那也是都是我们家属自己这样子 去找 去找 我儿子的 生前的 一些 那个证据 把他还原出来 我一个这么好 这么乖巧 这么孝顺的儿子 这么阳光的儿子 这么善良 为什么 他这么爱我们的国家 可是他却 在军中 被他们连长这样子 给活活灵略 给霸凌 家属也从正姓中卫的遗物中 发现一封悔过信 强调这是逼正姓中卫 走向绝入的关键 他已经明显是违反的 就是他出自于当事人 正牌的意愿 而强迫写下 后来之后也是才在 那个法际调查会当中 发现到说 9月1号晚上 当天正牌长就因为这个事情 他去中山市藏了 字役的绳子 放在中山市当中 9月4号的那天 他就去拿这个绳子 而字役 因为这已经是对他 就是违背良心原则 已经这对他来说 是一个非常大的羞辱 陪隆家属召开记者会的立法人 徐晓清表示 郑信中卫在军中的 一星守护系统量表 误谈结果没有异状 但是外部专业人员 跃见后却认为 他符合高自杀风险 两者的落差 就是国军心腹存在的问题 有误谈过 然后认为 他甚至他写说 证员了解自身能力尚需下强 身心无任何异状 但是同样的资料 给了民间的心理师去检视的时候 却很清楚 他是属于智商的高风险族群 这两者之间 为什么会产生落差 当然就是我们在国军的 整体的心腹上面 我相信很多人在努力 但是显然做得不够好 立法院可责任者 强烈要求军方 应该聘用外部专业委员 才有办法进行检视 给当事人提供协助 未来如何避免 这样的状况之下 除了军中的心腹官 需要好好的做一些的培训之外 另外我还是强烈要求 应该有外部的资商的系统 遇到这种状况时 有外部的资商系统 来做一个专业的评断 因为还可以跳脱 既有的系统之下面 给予他们一个最专业的评估 否则我只问了一句话 如果都是属于内部系统 我发现他有这样的情况 我要不要上报给长官 长官知道之后 请问他会对我们下属 做哪一些的事情 如果你不是透过外部 我很担心 未来这样的事情 如果照目前的这个流程来去看 我非常担心这样的事情 会造成更多的 发生心理问题的这些士官们 他不敢呈现出来 不敢呈现出来之后 就给你一个量表 然后告诉你你没问题 然后事实就像这些事情发生了 由于目前国军 具相关专业执照的人员 仅155人 辅导比例约1比1212 因此除了增进辅导人员 如果我们以教育部学生辅导法的规定 是1比1200 但是今年也要提高到1比900了 那显然我们军队里面的管理的压力 跟难度 然后他们是更高于学校的 但是他们现在的比例来说 是更低于学校的 所以这点上面来讲的话 他在很多心服工作上面 即便这155人非常的尽力跟非常的努力 他也不见得能够完成这个任务 再来就是说 你要碰到这些专业的心服人员 是要到旅籍 或是在新训营籍里面的这个中心 他才会有 所以平常时你在工作的场域里面 你所谓的辅导长 他只是很多都只是军人身份而已 他并不具有这一些相关的证照跟资格 所以才会出现这样子的一个落差 他在误谈的时候都没有问题 可是其实这样的症状 只要你有专业的心服师 心资师 你看了之后就知道说 他是属于高风险的 那你属于高风险 你就要启动高风险后续的措施 柯智恩也呼吁国防部 应该提供家属 至少18个小时的心理辅导 避免形成一辈子的创伤 许晓星则表示 会持续协助家属与国防部对话 要求对此事提出更完整的说明及报告 许晓星强调 每一位智商军人背后都有一个家庭 国防部因谨慎对待家属 查明真相 如果有任何人要负责就要负责 该检讨的就要检讨 如此才能维系军中好的文化 也避免类似悲剧再次发生 记者张旗腾台北报道 黑帮为了要骗取钱财 竟然来扮起了法师 刑事局侦破了一个假仲介 买卖升机位的诈骗集团 初步统计已经有20人受害 受骗金额超过6000万元 警方进行攻坚 逮捕张姓祖贤等人导案 这个诈骗集团专门锁定 投资未上市股票失利的民众 由集团成员扮演 仲介业务及买家等角色 杨称愿意高价收购 以游税被害人购买 升机位凭证转售牟利 甚至假扮法师做法来取信被害人 等到被害人投入大量金钱后 便以各种理由让交易破局 被害人血本无归 初步清查 有20人受骗 损失金额预6000万元 甲称愿意生机位凭证 资产股票投资损失 再由集团成员扮演 园区专员仲介买家等角色 杨称有买家愿意高价收购之 诈骗话术 怂恿被害人 投资在转售获利 在陆续加购土权 甲积罐柯仪盖板等产品 甚至假扮法师 杨专作法取信被害人 是投入大笔金额后 再谎称各种交易 获取理由 让被害人血本无归 刑事局干员进一步分析 这个诈骗集团的手法 提醒民众注意 他们是先由 扮演假生机园区的专员 打电话给被害人 告诉被害人有补偿可以领取 为了取信被害人 就请被害人自行打电话 到生机位公司 去询问是否真的有这个资格 可以领取生机位 那这个公司里面的员工 就会告知 确实真的可以领取生机位 那再来 为了再更取信于被害人 就会有假生机仲介 跟假买家出现 谎称有买家要高价收购 他们的生机位 那跟被害人接触 那再用各种理由 比如说 必须要凑成套 要购买土权 磕仪盖盘等东西 凑成套才能交易 那甚至为了取信被害人 会有共犯 扮演法师 那以法师的身份 来告诉被害人 那要做法事 必须要背其土权 磕仪盖盘等东西 那被害人会 再拿钱到这个 生机位公司去购买 以高价购买 这些生机产品 新市局长期跟肩收政 在双北宜兰县 及台南市等地 陆续逮捕 拘提36人导案 并起出 房屋债权 名车 名表 改造手枪 客户名册 及生机位广告单 等张证物 全案已经依违反诈欺 及组织犯罪防治条例 等罪嫌 移送台北地检署证办 记者张启腾台北报道 接下来带您来看台北市政府 今年首度举办首都杯 国际技能竞赛 邀请9个国家 共20支队伍 与国内记者好手 一同竞赛切磋 总奖金超过700万元 敲开记者新道路 美式开创新里程 记者能力是台湾很重要的实力 台北市政府 今年首度举办首都杯 国际技能竞赛 5月21号到23号在南港高宫举办 邀请9个国家 共20支队伍 国内外记者好手一同切磋 竞赛将分7个职业 彰显北市对记者教育的重视 其实这个想法 早在我当时竞选市场的时候 到去年我们一上任 就非常希望 不只是让我们在台湾优秀 技职体系的同学 能够展现各位的实力 让世界看到 另一方面也希望 透过首都杯国际技能竞赛 能够跟国际接轨 能够去学习国际 他们优秀的地方 他们的长处 能够彼此之间交流 学习 接近 创造双方 所以我一直很强调 为什么要办 首都杯国际技能竞赛 我想不只是全国 我们希望跟国际 这些好手一起切磋 有很重要的两个理念 第一个 其实我认为台湾很重要的实力 就是在 我们的技职教育体系 所培养出来的人才 刚刚看到这个影片 其实非常的感动 这几个画面 看到我们这些优秀的技职同学 不管在哪一个领域里面 大家其实 是不断推动台湾很多产业 往前迈进 能够在世界上发光发热 很重要的动力 跟基础 所以 希望不断地加强我们的机制教育 绝对不只是嘴巴上说说而已 实际的行动 让孩子们 让优秀的人才 与国际交流 第二 我认为 投资我们的下一代 就是投资台北的未来 所以在很多市政推动上面 我常常跟教育局沟通讨论 我们愿意花很多的时间 精力 预算 在很多教育政策的推动上 而 加强并且强化我们的机制教育 是很重要的意怀 也因此 我们在今年 即将成立 机制教育科 我们希望由一个专责 主席的单位 全面推动机制教育 希望能够不只是 改善相关实习的场域 加强产业的合作 我想这些 我们都可以全面来推动 另一方面 在从去年到今年 我路路续续参加了很多 我们高职学校所成立的 技术教育中心 目前 11间 我参与的 我了解的就包括 包括自动化 空调 节能 还有IoT 机器人 电动车 还有包括大恩高工 我去参加是全国首创 科技创新的 技术教学主席 我们希望透过这样的方式 能够大力的培养 非常优秀 具有台湾实力 根据竞争力的气质 人才 所以很高兴 我们在5月21到24号 将邀请 来自世界各地各个国家 优秀的好手 跟我们的国首一起 通场竞技 以济会友 我了解就包括有法国 日本 韩国 印度 还有印尼 阿博联合大公 我等等 我想 不只是让我优秀的同学 展现他们的技能 更重要 我希望能够跟国际这些优秀的人才 也培养好的情谊 未来 同学们毕业之后 进入职场 或进入产业 还是可以维持这份关系 让台湾可以跟国际这些优秀的好手 未来他们也可能到 这些大的企业 大的产业 让我们持续的交流合作 我想让台湾相关的产业 能够持续的往前迈进 竞赛规划冷冻空调 冷座 造源景观 电子商务软体设计 工业机械及汽车板金 七个不同领域的职类 教助第一名选手可以获得20万元 第二名10万元 第三名6万元 这个活动应该是讲 我国第一次真实办理的 国际技能邀请赛 所以我们在1993年 包括国际技能竞赛 但是这种国际要请赛 是我们第一次 这也是创纪录的第一次 所以在这里除了表达 我们的敬佩跟感谢之外 也有点遗憾 要是早四十年半就好 因为四十年前不是从大安高空 满进给我毕业 我也是国手 就没有这个机会 所以我们选手要好好珍惜 这样的一个机会 能够跟世界各国的一个好手 一同同场竞技 展现我们的技能 我想台湾的机子教育 在国际上也是算是非常有名的 尤其我们台北市是首善之父 那我们在机子教育方面努力 要能够透过这一次的竞赛 能够让世界这些国家了解到 我们机子教育的一个成果 最后代表我们所有的选手跟裁判 要感谢我们两岗高空 刘美会校长这边 刘美会校长的办事真的是拼命散狼 我们的待群组 每天校长都会PO很多的一个资讯 对警迫丁人 对每一个裁判 有警迫丁人相关的资料等等 那也很努力地 邀请到我们很多的 企业界的朋友 来赞助这一次的活动 那我们希望 这只是第一屆 也是一个企业的企业 我们这一次办七个职业 那我们希望下次能够办更多的职业 让更多的选手 更多国家的好手 能够到我们台北来同场竞技 竞赛活动获得了丰富资源益助 有49家科大及企业支持 赞助或借用相关机具设备与材料 奖金价值超过700万元 展现台湾企业界对选手的支持与重视 记者翁俊 台北报道 欢迎订阅 打赏εια 给独播剧预уса 那边 大家 一些 又散步咯 走走 美食好環境 毛海好吃劲 台北市大同区公所 举办同在一起超嗨嗨 亲子也参与活动 吸引了数百位大小朋友参与 拉近店家与社区民众之间的距离 舞台上精彩的魔术表演 让台下大小朋友看得津津有味 大同区公所在建成公园 举办同在一起超嗨嗨亲子也参与活动 吸引许多爸妈带着小朋友一起来参加 现场除了安排各种表演轮番登场 还特别与赤丰街商圈店家合作几张游戏 拉近店家与社区民众的距离 我们这次是我们当驰公所在我们建成公园 这边办理的 我们在一起超嗨嗨的亲子也参与的活动 那我们这次的活动 其实就是希望透过我们亲子活动的这个方式 让我们的亲子都能够认识我们吃凤街商圈 也认识我们的大同的各在地的一些人文风貌 那也透过这个活动 那我们也会跟我们吃凤街的这个商圈 有这种集点集张这个活动 希望就是透过这个活动能够带动大家去认识我们的赤丰商圈 也透过这个活动拉近我们亲子之间的距离 临近建成公园的赤丰街 近年来逐渐转型成充满特色的文艺商圈 而建成公园在1937年日治时期 便规划为台湾首座儿童公园 透过举办亲子野餐日 让逛街的民众都能到公园走走 席地而坐 享受欢乐的气氛 今天是我们就是大同区公所第一次举办这个亲子野餐日 那我觉得像这种活动非常非常的好 因为它可以在这个假日的时候 在公园可以跟爸妈还有跟小朋友有个互动 其实最重要的是 由这种公家单位来办这个野餐日 其实最主要是透过这样轻松的接触 然后进而了解我们地方 爸爸妈妈跟小朋友的需求 所以我想这种活动呢 应该都要永续地继续办下去 那我们也会大力支持 我们这个活动的话 除了刚才说的就是七张这个部分 就是我们透过我们这次四方街八间的商家 那我们透过集点的方式 然后这是我们的一些高级的好礼 那我们也透过现场的活动 那透过呆动的一些团章的活动 让我们亲自之间可以透过活动 然后拉近彼此之间的距离 然后也透过活动 然后来就是助进我们 像是在实践人口政策宣扰这个部分的推动 其实就是刚好我们这边有预定 然后时间刚好是抓在我们儿童节之前 就想说透过这个时间 透过这个地点 然后让大家能够一起 大家朋友带着小朋友一起来玩 一起来共享这个场面 跟我们这边的风景 现场还安排了团康活动 弹珠台等游戏 欢乐的野餐日活动 不仅让亲子享受悠闲的午后时光 更加深民众对社区的情感连结 记者联席会台北报道 2024舞王世界公开赛 3月30号将在台北小巨蛋举行 汇聚了30个国家 800多位精英舞者参赛 欧洲黑池等级的世界级舞王 高水准竞演遗失台北 令人拭目以待 男女舞者优美的舞姿身段 展现丽与美的结合 3月30日将在台北小巨蛋登场的 2024舞王世界公开赛 参赛阵容南瓜世界30国 超过800位精英舞者 更有世界前24强的职业好手报名 精彩绝伦令人拭目以待 是我们其实非常支持 我们国内运动舞蹈的 这个项目的一个推动 所以过去几年 我们持续来支持 我们这个台湾体育运动舞蹈发展协会 来举办这个舞王世界公开赛 那今年呢 这个非常开心 他又重回小巨蛋来举办 而且有30个国家 800位的选手来参加 还有我们这个全世界排名 前24的选手都能够来参加 那这次的比赛 除了有各国的好手来参加之外 我还了解还有世界这个 拉丁舞跟摩登舞前两名的选手 都能够来通场经济 我们觉得非常的开心 让世界看到台北市 也看到台湾 那所以呢 我在这边也特别的肯定 这次筹办单位的一个规划 未来呢 会持续来支持 当然我们也希望 刚刚这个筹办单位的心愿 在大家的努力之下 可以有一天实现 前进大巨蛋 这个我们会来全力来协助跟鼓励 让这个国标舞的风气呢 在基层扎根 当天活动特别规划 舞王巨星秀节目 届时在台北就能看到 欧洲黑池等级的高水准世界大赛 台湾体育运动舞蹈发展协会 推广舞蹈运动 希望有朝一日能跳进大巨蛋 让跳舞也能像棒球一样 受到更多关注 刚好前两三年 我们疫情的关系 所以小巨蛋这个舞王世界争霸赛 就停办了 那也是世界性的因素 这个疫情 那我们长期以来 对于世界舞王争霸赛这个活动 那我们是非常尽心尽力来 给办 那也是得到台北市政府体育局的支持 那所有的台北市的市议会的议员 也非常喜欢这项的一个舞蹈活动 那所以每年我们会提供 所有的议员 透过里长给市民 来参与舞王世界公开赛这项的活动 那舞王这个代表的是 我们邀请世界最顶尖的舞者 就是世界前两名的舞者 每年一定会来到小巨蛋 来表演跟参赛 这个是我们最大的一个亮点 那当然每一次也是要邀请 有30个国家 800名的选手来台湾 那相信台北有这么棒的一个小巨蛋 那我们办起来会让台北市更有活力 在运动推展上 国标舞是真的是 受市民最喜欢的一项运动 人数上的话 就是因为世界性的活动非常多 那我们每年大概就 亿计在这一个人数大概是800位 那当然就是如果是我刚刚说的 世界性的一个活动非常活跃 所以像同时间可能中国大陆 还有其他国家同时在举行 所以我们在前一年都一定会 积极的邀请这世界的好手来台湾 那当然这个选手推展上 从小学生大学生 国中生这些的年龄层 个年龄层都发展的非常多 但是因为活动刚刚说活动非常多 那活动的一天的时间 要容纳到超过这么多的人数 是没有办法完成 那势必会变成两天的活动 但是这样两天的活动 对京卫是没有办法致应的 所以我们希望控制在 800名左右的选手 30个国家来台湾比赛 如果国标舞有一天能进入大忌旦 当然我是希望第一个进入 把他国标舞带到大忌旦 但我想这个是梦想 但是梦想我想有一天 说不定就会成真 那国标舞那时候就会像 棒球 国球这么轰迷 每一次进场就这么多人的观众 体育局希望透过高水准运动竞赛 让台湾国标选手们以舞会友 提升个人技术水准 同时促进城市交流与国际曝光率 让国标舞赛事能要上大舞台 继续发光发热 记者林习惠台北报道 电价4月确定调涨 平均涨幅达11% 不过经济部却制作图卡 指烘焙风每月用电在700度以下 每日电费仅会增加2元 对此国民党立法院党团就召开记者会 痛批经济部说谎 是史上最混乱的调整方案 更酸王美花部长520后可以开烘焙方 国民党立法院党团副书记长徐珍 拿出特制的王美花烘焙方讽刺 4月电价确定调涨 经济部却制作图卡指称 对消费产业调幅细致 更以烘焙方为例表示 每月用电700度以下 每天电费仅会增加2元 对此国民党立法院党团召开记者会 痛批经济部已经成为诈骗集团 党团书记长洪孟凯表示 现在国际原油价格都已经下降 经济部却以此为借口涨电价 还制作图卡呼嚨人民 洪孟凯要求王美花应该为此向人民道歉 经济部已经不是发展国内经济的火车头 而变成是作图呼嚨的影印机 所以我们真的要问 经济部部长要不要针对这样的一个作图 呼嚨人民来向全国人民道歉 还有更重要的是 现在四次调涨之后 民进党政府2016年到2024年的 民进党政府蔡英文政府 已经是史上电价调涨最高的政府 特别收访选区面包店烘焙方 查询的许一真与罗志强 也奉执王美花又创了一个 无电烘焙的奇迹 520后可以进军烘焙界 民进党执政8年 电价已经调涨了4次 民生用电的账幅累积35% 工业用电的账幅累积45% 导致物家反涨 现在还鬼扯说 这个面包房用电不会超过700度电 是把我们的国民都当作 三岁小孩在骗吗 依照他们现在看到的电价调涨公式 一个月门市费大概是多2500元 工厂一个月要多3000元 这还是在没有跟你算夏季电价 所以真的是烘焙坊人心惶惶啊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的无电烘焙王美花 准备进军烘焙市场啊 依照无电烘焙王美花的这种方式 它基本上每月的电费省这么多 它可以扫平全台湾所有的烘焙坊 没有一家活得下来啊 张家俊则以中油卖天然气 给台电贵两倍为例 批评是向全民卡油 家里曾开过早餐店的徐晓星 除了为300万民租屋族发声 也质疑制作图卡洗脑民众的经济部官员 根本是生活在平行时空 中油卖台电的天然气价格 是给一般用户的两倍 所以这个经济部左手卖右手 然后向全民卡油 叫全民买单 这样对吗 完全是不合理 所以呢请民进党政府不要再用刀片的手法 来欺骗一般的老百姓 在这里要呼吁经济部立刻将这一张说谎 脑补平行时空的图卡下架 不要透过假讯息来欺骗国人 不要透过假讯息对国人进行认知作战 烘焙坊已经打脸了 拉面店也涨价了 到底还要多少店家出来打脸 今天经济部才愿意收回成命 收回你们口中的谎言 立法院杨琼因怒批经济部比扯铃还扯 干话连篇 至于9月审议委员会会不会又要调涨店价 李彦秀也批评民进党政府错误的人员政策 造成物价上涨 却要国人用爱发电 根本就是薪水小偷 政府告诉我们 10年不会大涨 跳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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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跳票 而且是史上最混乱的调涨政策 所以我要预言 9月份 省议委员会会不会再调涨 请政府告诉我们 现在台电到今年年底 就是负债4000亿 如果能源政策不调整 背后付出的就是要人民用爱发电 牺牲人民的健康 到最后就是民进党所讲的 用这个烘焙来发电 所以我觉得民进党政府真的是要深刻检讨 记者张琪辰 台北报导 我是医生 但不是你常见的那种医生 我的治疗对象 是整个城市的污水管 走遍城市角落 照顾城市污水管线 汉武的伙伴们365天 24小时不间断的轮班 为大家带来便利的生活 努力奋斗着 台北交通安心行 改变要一起才行 改善道路及耗制 守护行人安全 机车退出骑楼 畅通人行道 加强执法 路口不停让行人扩大取地 一起努力 让台北市路口风景更美丽 台北有你 交通安心行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中家启动新闻 我是蔡小军 新闻一开始要先带你来看 2024年总统教育奖评选 基隆总共有三位国中小的学生 通过出审 市长谢国梁特别接见 并颁发奖助学金 他们克服逆境 努力向上的学习精神 令人动容 明德国中陈伯瑞同学 克服身体上的障碍 拿下2022全国爵士股大赛特优奖 除了伯瑞同学之外 还有见得国中时佩萱同学 五轮国小的杨士安同学 三位同学都通过了2024总统教育奖的初选 伯瑞同学我们都叫威尔 那妈妈小百合 还有我们他的各馆老师 于琴老师 伯瑞同学呢 他有先天的自闭 然后他有一点点辛苦 可是我觉得他上了国中之后不断的进步 他克服自己的一个先天的限制 他在学校人员很好 音乐体育都有一些专长 那我记得印象最深刻的是去年 我们在全校的才艺大赛表演上 他一个人打鼓 全场为之疯狂跟轰动 那我觉得他参加同学教育奖 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 就是我们虽然有点特殊 可是我们跟大家都一样 我们一样在身边 一样快乐的学习生活 我觉得他对很多同学来讲 也是一个很棒的一个激励 对于佩萱学这个射箭 那时候其实我觉得是有点点意外 因为我觉得那时候他小时候 他对运动其实没有很热忱就对了 那就是因为中华国小 他是推射箭的学校 那老师看他可能就是他的资质还可以 所以就鼓励他来参加射箭的那个练习 那后来就是也有参加中小联运 那成绩也都还不错 谢谢是啊 你写的好棒 你写的这个真的超棒 市长谢果良特别接见 颁发一万元奖助学金 赶配他们克服逆境 努力向上的学习精神 身处逆境却不被困难打倒 认真彩繪自己的人生 非常值得我们学习 那我们今天也非常荣幸 能够颁发通过总统教育奖出审的同学 一定的奖助学金 希望我们的同学不怕艰难 勇敢地迈向精彩的生命旅程 那也期待后续的复选都能够顺利获奖 不管怎么样 就会是人生中很老坏的回忆 现场也邀请到荣获2018年总统教育奖的得主 就读暖暖高中的林依依同学 日前透过繁星推荐 录取中原大学应用华语文学系 她特别以学姐的身份 鼓励三位学弟妹不畏惧挑战 市长谢果良也颁发奖助学金 鼓励依依依同学持续学习的热忱 市长谢果良说 相当赶佩同学们处于逆境中 仍然奋发向上 乐观进取 值得大家来学习 市府也将结合资源 持续拔尖扶弱 努力来打造有爱的城市 记者黄正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接下来我们来看海鲜文化积极转型为食鱼文化 如何在适当的季节选正确的鱼种当食物 让海洋资源永续 一直是渔业署推动的目标 基隆区会推动食鱼环岛列车 26号正式启动 首站来到基隆信义国小 基隆这个是新鲜的耶 你们要加菜吗 课堂上 小朋友第一次触摸投足类 来分辨小卷和透车 到底有什么不同 我以前就是觉得 小卷就是跟透车一样的东西 然后自从今天我知道他们是有区别 他们体型不一样 我学到不同长度的小卷可以叫的名字不一样 像20公分以上的叫透车 15公分以下的叫小卷 它的尺寸我们就可以看到它很明显的不一样 小卷的话我们大概会在15公分以内会把它称之为小卷 那透车的话就大概20到40公分就称之为透车 它最大的外形就是它体型上的比较不一样 就是在这个季节吃对的随产品 那也尽量吃什么 在地的东西 不要吃进口的 那为什么不要吃进口呢 课堂上请来基隆区会专人 传授食鱼教育正确的知识 吃鱼就要吃了当季 那其实小朋友他们在餐桌上可能吃到这样的食物 但是家长未必能够跟小朋友好好的介绍这样的食物 那小朋友如果说可以近距离接触我们的这一个所有的鱼类 包含他们的结构 他们的造型 他们是如何的成长 那其实这样子的过程 那小朋友不但能够珍惜我们这样子的海洋 那也珍惜所有的生态 那非常感谢 非常感谢我们的这一个鱼会 然后来我们学校带入这样的课程 让小朋友呢更能够深化他们的生活 然后回去呢也可以跟我们的家长呢介绍 我们今天上了什么样的课程 也引导家长一起来重视我们的生态 还有海洋 二一 起动 金融区议会举办赤鱼环导列车正式启动 邀请了约束署长张志胜 金融市长谢国梁 政府产发处长林顶超 金融区议会理事长简建辉 总干事陈文青 常务监事刘之清等人 共同主持启动仪式 我们今天这个渔民节啊 是近年来有史以来最大规模 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谢谢渔业署 针对了我们的这个活动有补助 但本府自己也有益助五百万 光是在这个活动 所以我们将会在今年 办超过一千多万 是历年来有史以来最大的 这个渔业相关活动 那未来我们也要成立 我们自己的渔业产销公司 目的是要加汇我们自己的渔民 提升我们自己的渔产量 跟照顾到更多的消费者 所以我们对于我们渔业的产业的前景 非常的期待 也会在各方面都把我们的渔业产业 继续的向上提升 让更多的渔民跟消费者 都能够得到更好的待遇 捕捞了小卷的渔法 我们称为什么 我看到这个小朋友最早举手 手管帮寿完 手管帮寿完对不对 不只要吃鱼 还要推广食鱼教育 透过学校多元课程 一起来体验 进入去议会透过有奖真达 把手管带入校园 也让小朋友认识鱼捞补法 是有那个灯 因为小卷是趋光性 所以要在夜间的时候出船 然后要在船上面放鱼的灯 基隆是台湾渔业的重镇 那在过去基隆 在台湾的整个渔业发展上 占有辉煌的历史 所以这一次全国渔民检 能够在基隆来办理 是非常的有意义 而且基隆目前有很多产业 是在我们台湾非常有名的 像我们的锁管帮寿网这样的产业 所以这一次基隆聚会 承办这个全国渔民检的活动 它不只是只有一天的活动 它会把这个变成一个一系列的活动 让我们食鱼教育 能够推广到全台湾各地 那今天我们这个活动主要是 我们校园的这个食鱼的列车 环岛列车开始启动 那也跟我们基隆的一些 国小的同学 我们做了一些互动 那最主要是借由这样的一个活动里面 让我们小朋友知道 我们台湾渔业的重要性 而且也知道食鱼对我们身体的健康 或者是对我们整个各方面 都有非常大的帮助 那是非常有意义的活动 所以借由这样一系列的活动 我们提高我们国民对于我们渔业的认知 而且进而鼓励我们的渔业 支持我们的渔业 小朋友拿起色笔 在画纸上涂上颜色 金融渔会举办绘画竞赛 让孩子们可以展现创意和想象力 113年了 全国移民节会在金融举办 所以我们举办了一系列的活动 尤其我们的所管 我们今天开始 就是我们的环岛列车 到偏向的地方 推广我们的帮助网 与法 锁管是 它产生很可观 它一年差不多有10亿 所以我们从今天开始 就一系列活动到偏向的地方 把我们的锁管 用金融机会把它画回到几次了 几次让偏向的地方 了解到 不管是学生或老师 爸爸或妈妈或一些长辈们 他们知道 锁管的 从海上到擦桌上 如何来龙其脉 北台湾巴豆子是小卷和白带鱼的产地 金融区域会今年推出食鱼环岛列车 将前进全台各地推广锁管 棒售网鱼业 所以我们利用这一次的机会 我们希望让台湾很多的地方 都知道小卷是在基隆产的以外 我们也行销基隆的遗产品 很多的遗产品 像白带鱼虾子 还有小卷 还有青鱼 还有今年我们也想去行销推广小taco 小taco 小章鱼 基隆也很多 量也很大 所以我们一样一样在行销 基隆这些特殊的遗产品 全国渔民节已经近十几年 都没有在这个基隆举办了 那希望透过这个活动 让更多的小朋友也好 或是更多大人也好 都可以更了解我们基隆的这个渔民 还有他这个渔获到底是有些什么样的一些知识 我觉得都可以透过这个活动来推广 此于环岛列车首站来到基隆信义国校 学生们透过学习 认识补鱼技法 汇集学生的彩绘创意 为环保永续 尽一份心力 记者黄绍明基隆报导 基隆市青年公益电动机车专案 放宽申请条件将在3月29号上入 区公所方面也特别规划许多贴心的服务 来协助申请的民众 因应3月29号开始申请基隆青年公益电动机车的人潮 各区公所都规划好了相关动线 中正区公所区长带领记者来了解 从入口开始 大萤幕就有基隆公益青年电动机车的宣导影片 搭电梯上楼一直到区公所的内部 引导民众到申办柜台的动线都相当清楚 希望用贴心的服务 让民众能顺利完成申办 大家好这就是我们现在专制的两个柜台 因为营业329当天可能有申请民众非常众多 所以我们临时调派两位同仁专门做相关的受理申请 明天早上我们可能要跟那个环保局的表格出来之后 我们要先试让一次看看 全台湾第一次有县市政府愿意编列预算 来办理青年工艺电动机车的这样申请的工作 那基隆市七个区公所 我们配合环保局的这个市政重大政策 在七个区公所都设立的专用的这个柜台 那也会在指标上面详细提供民众能够直接到柜台来办理做申请 那柜台的部分也会有申请表格 那我们更期待是民众能够事先就填妥表格送到区公所来 区公所接受表格会做初步的判断 把表格该填写的做正确的填写 然后再转给我们环境保护局来做相关后续申请的动作 民众可能要准备身份证跟驾照的证本 另外如果有态换机车的话 可能要带他个人的村子银本 移工后续环保局审核之后的补助款1万块可以入账 目前我们是可以受理代办 那但是最好是代办业者或者是人 他可以带他的身份证资料 可以证明说他跟他的关系 那以上我们都会受理 市政府民政处表示 透过各区公所申请可以分散人潮 符合资格申请电动机车的民众 可以到户籍所在地的驱工所申办 所以基隆市在68年次以后的 这个到93年次的青年朋友 才可以到我们各户籍所在地的驱工所 那会设在驱工所 就是我们基隆市一来服务员比较小一点 但是还是有些地域性 希望透过驱工所能够协助环保局多一点点 也就多了七个点来接受申请 除了这七个点以外环境保护局也在我们火车站的南站 也设了一个点可以来做申请的动作 无非就为了辩民 希望这样的政策得到市民的支持 当然也有民众问说 我之前就已经申请过电动机车 那费率该怎么算 市府这边是有塑及既往 在以前申请的电动机车 在4月1号开始用新制之后 我们会折优让他用新的费率来优惠他 基隆市也是在台湾数一数二 高龄化的一个城市 那我们希望青年的政策 能够吸引更多青年朋友 能够留在基隆以外 也可以有外地的青年朋友 希望能够来到基隆 他能够来基隆工作定居 或者在那边婚育生子 所以这相关的政策都会有一些关联性 我们希望这些关联性 能够创造基隆成为 我们市长谢国良所说的 一个有爱的城市 希望大家来到有爱城市 能够更多辩民 然后利民 以及帮助我们基隆市发展的 各项政策产生 至于申请书跟所需要携带的证件 也提醒民众 可以向环保局电动机车的 专线电话先洽询 以顺利完成申办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基隆报道 以上就今天的中央新闻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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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短时间就会让人头晕想吐甚至意识不清 想保命跟我这样做 一 热水器牵移至屋外 二 更换成强制排气室热水器 三 敢用电热水器 能够讲祝福您 洗澡通风保安康 设限侵权金额超过台币10亿元 看到一格责的新闻 这些制造 输入或销售侵权机上核的业者 都会遭到最众可除两年以下 服刑合50万元罚金 影视产业是文化输出的软实力 可带动旅游观光等行业发展 盗版业者行为 会让正版业者收益减损 进而减少产出优质节目的能量与资源 直接受到伤害的是文创工作者及消费者 所以请大家检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机上核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机上核 内建是否下载了侵权APP 虽然台湾没有对使用侵权机上核的民众 有任何的罚则 但为了打造一个优质且强盛丰富的影音帝国 请民众一起导正市场合法秩序 支持旅适场合 营养化碳终结者 那个奖提醒您 屋外式瓦斯热水器 绝不可装在加装窗户的阳台 厨房等室内空间 因为瓦斯燃烧不完全 就会产生营养化碳 短时间就会让人头晕想吐 甚至意识不清 想保命跟我这样做 一热水器迁移至屋外 二更换成强制排气室热水器 三敢用电热水器 那口奖祝福您 洗澡通风保安康 酒驾罚很大 一提高酒驾违规罚还 在犯才累计加重 罚款无上限 酒驾聚或聚策罚更大哦 二呼气酒策值达0.25毫克以上 连坐处罚您满18岁的同车乘客 三酒驾再犯 聚检及聚策再犯 肇事致人重伤或死亡者 没入该车辆 四酒驾重新烤照 需强制加装酒精锁 找别人带吹也不行 要罚六千至一万两千元哦 五未完成酒驾防治教育或酒瘾治疗 不得再申请口罩 六慢车酒驾也加重处罚 酒驾零用热 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机房及非法机上和经销商 强力查清 据查获778台非法机上 涉嫌侵权金额超过台币10亿元 看到一则则的新闻 这些制造输入或销售侵权机上和的业者 都会遭到最众可除两年以下 诅刑合50万元罚金 品试产业是文化输出的软实力 可带动旅游观光等行业发展 盗版业者行为 会让正版业者收益减损 进而减少产出 优质节目的能量与资源 直接受到伤害的是文创工作者及消费者 所以请大家检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机上和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机上和 内建是否下载了侵权 app 虽然台湾没有对使用侵权机上和的民众 有任何的罚则 但为了打造一个优质且强盛丰富的影音帝国 请民众一起导正市场 合法秩序支持影视产业